空间站就是航天员的太空之家 为了让航天员能够更好的在太空工作生活三个月 飞行程组被允许携带少量的私人物品 三名航天员在接受记者专访的时候 也透露了计划携带一些私人物品 陪伴自己度过太空之旅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物品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由于飞船和核心舱的空间和载荷有限 三名航天员的私人物品自然也是精挑细选 那么航天员们最终留下了哪些心目中最重要的物品呢 请他们自己来揭秘 我给我们家儿子录了很多这种平常生活的视频 我偷偷录的 然后我准备带上去 我们家儿子特别幽默乐观 是我的骄傲 我很喜欢他 所以说这些家庭生活 包括我爱人一起生活的一些录像 我带上去平常看一看 也是一个工作之余的放松 我现在就是准备带一个全家福 带一个牛娃娃 我们牛气冲天嘛 然后还带了一个一小袋的做睡眠的 有的跟天照上的 有的跟核心舱上的 还有随我们沾船一起上 因为这次又上去三个月 你有没有带自己的私人物品 我们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私人物品也都有 做纪念的 做吃的 做展示的 都有 会给我们有些什么惊喜吗 到时候有些东西展示的 可能也会看到 出征在即 三名航天员通过镜头 表达了对未来的期待 和对全湖观众的感谢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航天员聂海胜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航天 关注我们的航天事业 谢谢大家 我是航天员刘伯明 期待我在太空精彩的那一刻 我是航天员唐红波 我期待我们趁组 圆满完成神舟十二号任务 重新返回地球的那一刻